保安宮以及保安宮周邊臺北孔廟以及44坎街 以及再往前塑的陳月季老師府 這樣一個代表給臺灣文化發展以及都市形成軌跡的 這樣的一個人文歷史 沒有看到臺北市政府有任何的重視 不是只有今天我們在亡羊補牢 在被破壞以後來趕快來清查趕快來協助來趕快來保存而已 陳月季家族在我個人認為 他其實是從200多年來我們北臺灣的發展史 這個北臺灣的發展史 牽涉到我們整個臺北城都市發展的脈絡 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痛心 我們已經連續兩天來指出這個臺北市文化資產 以及整個整個文化發展的問題 柯市長所領導的文化局 我們從余大維的故居 余大維的故居 從茂東府宅 到今天的陳月季這個故墓 我們看到所有的就是以託代變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